两个人恋爱在一起半年不到 那我是想跟他以后好好在一起的 感觉他就整个人一个状态 就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天天就挂着这副马脸 然后我也是比较 这个也是我不好 我有时候戳他 然后我就想让他吃醋 有一次我姐妹就收到了男孩子的花 放在了我家里 我刚好跟他视频通话 我说 我说你看这是别的男生送我的花 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是他对你信任啊 我说的是他和我在一起 绝对不会再去受别的男生的花了 对啊 我也是这个理解呀 然后我是那种 其实我有的时候有一些不解风情 因为他恶作剧的手法和嘴迹很拙劣 我从第一剧一个眼神 我就说他在逗我玩了 其实那时候我也没有说不开心 我就想看看他到底会因为什么 对我会产生在意 然后有一次我们两个人要打游戏 要借游戏手柄 然后有个男生他有 当时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这个男生是之前追求过的一个男生 他也不为所动 反正就是我其实是故意告诉他 就故意想看到他到底到什么地步 他就是多问一点点那种态度都没有 为什么你没有问问他呀 因为他讲的那个男孩不是在 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 也对他热情 就只是之前追求过他 那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必要去吃醋啊 那这个经历谁都会有啊 那首先你是对自己自信还是对他来信任 这是很关键 不不不这个男生完全影响不到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还是对他们感情信任 那你现在到底什么意思呢 你天天就这这个样子你那你到底是爱不爱我的呢 爱你啊 你爱我你就这个这个样子对我 而且而且他还骗我 他更严重的事情他骗我 怎么骗你的 就有一次我发现他的那个平台上 有一个女孩子转他的一个视频 但是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绝对不简单 然后我就一直问他 我说这个女生跟你什么关系 他当时就说是朋友 他想瞒 但是我能看出来 然后我就说他是你哪里的朋友 老家的吗 他说这个女生是他前女友当时才跟我承认的 他说是那个女生 那个是我前女友 然后但是 你为什么骗我呢 你还跟他有联系 就是他觉得骗啊 就是我跟你说 人不可能是没有撒谎的 我跟他在一起之后 我没有做过任何需要 值得我去恶意骗他的事情 那个事情是我怎么说呢 首先我前女友是知道他的存在的 他也是只是偶尔的主动的 发给我某些好笑的视频 那天我就是觉得这个视频有意思 那如果说我前对象这样子对我呢 那得看他知不知道我啊 这样更讨厌你知道吗 他都知道他的存在 还每天给你发声 对啊 但是他也知道我是很敷衍的 他已经发了好几次了 我回了两个字 所以更让人生气啊 我就回了一个牛 你敷衍他还继续给你发 没有我敷衍的那一条的时候 他就看见了 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这就是女婆为什么着急 对前女友也是不冷不热 不远不近 哎 对现女友是不冷不热 不远不近 我们看态度都是一样 所以是不是那个女生想跟你复合 哦 他跟我承认了 他跟我说过的时候 这个女生一直想找他复合的 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然后有一次 我想给他就是准备情人节礼物嘛 然后我就看看他的一些购物记录里面 就不要买虫嘛 然后结果 你就咱们看图片吧 这个礼物是 他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 然后后面我发现 我收到的这个礼物是跟他前女友同样的礼物 就是粘贴复制的意思 一点也没用心呗 我感受不到他的用心 我不知道了 就是我知道他喜欢娃娃 那在我的认知里 我买过的娃娃好的就只有那个东西 其实我已经送过很多人一样的东西 我并不觉得 他是 你还送很多人啊 我的意思是我送给朋友的礼物 那肯定有两个人喜欢同样的东西 或者说我的认知里 我买出了我觉得最好的东西 送给不同的人 其实他就在台上这样子讲的 我全部都不知道 他从来不会跟我沟通 他不会给我任何的一个情绪和表达 我不知道他开心还是不开心 所以你看 你要多说嘛 就是你要解答他的一个疑惑 就他提这些我觉得都是表面现象 对对 女生说他冷漠嘛 那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对他冷漠嘛 就这个女生做的什么让你心里不舒服 或者有些什么东西让你做的觉得有问题 你采用这样的方式嘛 要不然不合理嘛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嘛 没有啊 没有这样的 就是我们两个最开始接触的时候 是我们两个私下 其实独处的时间不是特别多 80%到90%的时间 是跟我的朋友或者他的朋友在一起的 我知道我自己私下的时候 可能我有那种臭脸综合症 这我是知道的 但是我在朋友的局上 我确实是那一个主导者 就那一个活跃气氛的那种人 那在一开始我们刚接触的时候 他看到我是那个样子的 后来他发现我是这样子的 这样我也可以理解 但我也很委屈 就是我并没有不爱他 说出你的委屈 就我并没有不爱他 我也没有不不是很喜欢他 但是他一直觉得我在冷落他 然后而且变得越来越敏感 越来越小题大做了 就是我后来只要带他去我朋友的局上 只要出现一个异性的女孩 回到家之后 他就肯定会一遍一遍问我 你们有没有关系 你们有没有关系 那你为什么对他朋友局上的女生 那么介意呢 因为他第一次没有跟我谈成 我是觉得他问我的事情都是 我从前的事情 我在意的就是我们两个人之后 我对你是全心全意的 我是百分百的 就是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了 就是有时候我给他的一些 他是说他非常享受 就是说我给他的一些情绪价值 我可能是一个开心活泼的一个人 然后在他很累的时候 我会我会这样子啊宝宝 你看这个东西看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嗯哦对好 然后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跟他表达 就说啊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嗯 我永远就是得不到他的一个情绪价值 我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呃就像如果说他 他不想要这个东西那我就以另一个方式想给他吗 图长你能举点实力吗 我跟不上了有点 就是他刚大学毕业嘛要出来那个创业 然后我是已经出来工作差不多两三年了 我是给他租了一个工作室 想让他起步就稍微舒服一点 然后他又觉得我好像给他了很大的压力 那我就是想靠自己的努力去有一点成就 我觉得给我太直接太过于猛烈的输出会让我有压力 哦这个听懂了吗 女生觉得我好心好意给你租工作室吗 男生显然不领情 其实妹妹你发现了吗 你这样做呃在你的爱的表达方式 你觉得是非常非常爱他 但实际上可能你对他还不了解 那这种输出对于他来说他太过于有压力了 这个作为一个男人来说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你要把你刚刚说的话 前提就要跟他讲到啊 你要让他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我不要这样 我要我们学手共进 你要讲啊 这两个人是要沟通的 我觉得男生之所以会觉得这个输出太强烈了 是因为你是不是想我啊 以后跟你过日子 男生想的我现在只是自我的发展 自我的满足 我不想和你过日子 你给我的是一大堆日子压力太大了 对不起 不是其实不是说自我发展的问题 就是我会感觉我被压压了很多很多 吃软饭嘛 面子嘛 对 我希望他相信我没有这些东西 我也可以去赚到这些东西 属于我们两个的我给他 而不是说去从家里拿 女生现在你最大的不满意是 你觉得他每天跟你摆臭脸 对就是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我的那个备忘录 这个可能他他都不知道我写了这些东西 就是几月几号干什么我全部都写下来了 就是开心的不开心的 然后到后面就是慢慢慢慢 他对我的一个态度的一个转变 就我不知道他就是脑子里在怎么想 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 就是我有时候想跟他沟通的时候 我就希望他能跟我讲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喜欢我 还是不喜欢我 就是他的变化也很大 我就不知道他这个人到底在怎么想 姑娘他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 其实是你自己的感知 他要对你特别热情 你觉得这个人依然不喜欢你 那就是不喜欢 他对你即便是情绪很平稳 没有太多的很强烈的浓烈的输出 你觉得认定他喜欢我 那就是喜欢 所以你感受不到他对你喜欢 那抱歉 他真的不喜欢你 但是就是他 其实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 就是我其实也是知道的 你不能一边觉得他对我不好 不喜欢我 一边就说 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 你喜欢我一点 我就是希望他跟我沟通 我特别大的一个疑问 你为什么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是另外一个人 然后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又换成了一个人 他说的太绝对了 我也没有说 每一次都是那样冷着脸的 可能有的时候 是因为我真的情绪比较低落 有的时候是我自己 其实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态 但是我就包括我给我自己 妈妈也气哭过 就是我很正常的说是一句话 别人就觉得 他就觉得我在冷落 然后其实平时 我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 我剩下的时间 还会陪他去玩什么的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 我是不喜欢嘴上说出来的 我觉得我做到了 你能看到就OK 但是他就是希望让我全部都说出来 好像这么听台结婚 还比恋爱少点麻烦是吧 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我觉得吧 就是这个大男孩 跟我的性格特别像 而且就是他们两个这个经历 就感觉像我们两个的翻版一样 怎么说呢 我们这种性格的人吧 你要想跟他在一起 你就得适应一下 就是以后长期这种 没有太多惊喜太多浪漫的 给我的感觉 他是很爱你的 我真的觉得在他们身上 看到我们当年的影子了 而且我特别喜欢这小男孩 因为他就像我老公当年一样 但是我经过这么多年 我回头看我明白了 因为男孩是属于什么 我不善于表达 但是我给你最大的一种关爱 就是什么 我在你身边 我们在一起 而女孩是什么 你不表达我就没有安全感 他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哎呀 哎那你当年是怎么 克服这个心理障碍的呢 现在都没克服 但是我从他们身上吧 我看到一点什么呢 但是这个妹妹如果再这样 就是去试图改变她 去试图把她的棱角 给抹圆了的话 那她变得就不是你想要的样子 对不对 反而说得太好了 相对我们来说 两个人比较的话 我感觉男生是会爱那个女生 毕竟他嘴巴上没说 但是他会付出实际行动 所以对你来说 行动是一种爱的表示 对 是吧 对 男生你真的爱他吗 爱他 你确定吗 确定啊 你感受到了他的爱了吗 我也相信他 但是其实有时候 我就需要一个情绪价值 可能我就需要一个肯定 但他从来不会说给我一个这种反馈 我跟你说女生 你选择了一场很难的恋爱 因为她和你太不一样了 就像那位大哥说的一样 你要选了我们这种人 你可能就得承受不擅长表达 这十年的日子是一天一天熬着过来的 当然他们两位结婚了 今天又来到我们的现场 看到你们两个小年轻的表达 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生活的顿悟 可能回去会有更多的和解 你们两个呢 你做好准备了吗 其实对于我来讲呢 我今天看到的样子啊 可能这个男生呢 一切的爱 也许不在言语当中 是在欣赏 你光在欣赏了 你女生感受不到 各进一步 多去理解她一点 她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你多去表达一些 让对方能够感受到你的爱 这就不一样 在两个人的感情中间 一定是要同时付出的 所以未来以后 更多地给她一些关心 更多地给她一些爱 爱不是在各种的轰轰烈烈 在很多细小的生活方面的空间 如果啊 你们只是谈恋爱 享受当下就行 但如果你们要考虑未来的话 一定要慎重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日子太难受了 两个人在一起 应该是我们共同思考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接下来的生活方向是什么 这是组成一个家庭 我觉得是根基 我们两个人有共同的生活目标和理想 可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我每天都要考虑 睁眼就要想 你今天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你今儿是爱我还是不爱我 你为什么跟朋友在一起那么开心 跟我在一起不开心 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太难过了 过不下去 但凡我发现 跟我交往过的人 扭头看前任的时候 他们也都会被我变成前任的 可是当你发现自己的男朋友 静扭头看着前任 和前任又还在进行 不清不楚的联系 你除了吃醋 只会吃醋 你没有做出任何保护自己的决定 你把保护自己的决定 拱手让给了这个不可信的男人 你希望他能够从这个事情之后 变成一个专心对你 不再跟异性有其他让你受伤机会 那不可能 你在和前任联系的时候 你明明知道女朋友会不高兴这件事 但你还做了 那就是个选择问题 你选择了前任 在那一秒 当你的女朋友发现 你却以撒谎来保全前任 继续留在你的朋友圈里 而不是立刻删除 否则撒那个谎是干嘛呢 所以撒谎的那一刻 你又有几秒选择了前任 直到最后了实在兜不住了 招了 这就是前任 因此才把前任埋葬在 黑名单或者是说删除 既然 既然现在能删 早干嘛不删 早不删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你问过自己吗 这个保持联系 我真的是不太理解 所以这就是你的边界 和他的边界是不一样的 因此女孩子 你以后会频繁受伤 这个小伙的内心 没有那么强大 姑娘 她一方面觉得你很优秀 很不错 但一方面自己心里头 有着莫名其妙的一些禁锢 使她觉得我不能那样 最后再讲一点 就是臭脸这件事情 我也刚刚在想这件事 我回到家了以后 我会在什么情况下 是臭脸的呢 当我女儿们来烦我 我可能那一会儿 我想用我的不好的脸色 让女儿们失趣的少 跟我烦几下 我有很多次意识到这个了 立刻调动一下情绪 让自个儿笑起来 然后陪女儿 累嘛累 但是你强达起精神 是因为你知道 你身边的小孩子 不应该被这样对待 不应该因为你想图审视 你疲惫了 就要让孩子来吃你的这些苦 见你的这些颜色 而她现在就把你当成了那一些 要给颜色看看 你需要按照我的节奏来的 那种状态 你想让她再调整回 主动取悦你 不可能 真爱是掩藏不住的 对 不爱也是掩藏不住的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和感触 第二个我想问女生 你觉得你是恋爱脑吗 我是恋爱脑 你是吗 我是 你是在每一段恋爱当中 都会被一个男人 或者你爱的人 带动所有的情绪吗 那么恭喜你 你的生活 未来是个悲剧 你跟坐在那儿 那位先生是一样的 他患的病 是离不开母亲 你患的病 是填补满你内心 所谓爱的欲望 你们在本质上都是 浇灌宠溢自己的人 你们不愿意去挑战 因为你们不独立 一个独立的人 怎么会因为爱而失去自己 一个独立的人 怎么会因为 所谓的传统观念而失去自己 你为自己活过吗 你现在的所有情绪 都在男生带动的情绪当中 你被这个男生的情绪所左右 我都不想说这个男生怎么样 男生我想跟你说 再深沉的爱 再深情的爱 都会死在冷漠里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们把三对有故事的人 在生活当中 遭遇了一些困境的人 放在一起 我们每一个人 在做一些思考 倾听别人的同事 确实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启发 到底什么是爱 我们怎么去爱一个人 可能每个人都要思考 下面的时间 我们是要留给大家做思考的 如果你们想好了 你们可以从那个门里走出来 如果你们没想好 今天还不能做决定 还需要思考的时间 你们就可以离开这个现场 谢谢三位 来 请回首 他们会做怎样的选择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 十年夫妻吧 王先生和王女士会怎么出现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挺好的结果 一定有出现的 来 请开门 还就会出来 出来了 出来了 开心 开心 勇气可嘉 都是发自内心的 对吧 不是一时的这个应急之需 其实我也是了解他的 就是他其实我就是希望 你就少说两句吧 好 什么时候你们俩出现的时候 是以男生为主导的 在说这段感情 我觉得你就会呈现出 一个更幸福的样子 好吗 在这儿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说一下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2-2360-63-101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往前站吧 我们见证你们的浪漫 感谢观众朋友